跟四年前相比 今天我们面对更多元复杂的外部挑战 两岸情势紧张 外交部业务报告 开宗民意点出当前危机 在党立委更关心 台美关系有无可能升华为复交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在你任内达到复交 我们的驻外代表都有这样子的雄心壮志 要成为大使 都有可能的这个层面跟美国 所以也包括复交嘛 在所有的可能的 有没有包括啦 部长你就回答我的问题 直接yes or no 重新建交不是单方说了算 吴交界这一题答的保留 但谈到台海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出手相助的几率有多高 吴交界相对笃定 我们台湾跟美国最重要的这个关系的基础 就是台湾关系法 那台湾关系法里面已经订定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美国会来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卫 我们的飞机和对岸的这个飞机 对于这一条中线是有默契的 也才能够维持和平与稳定 但是中国外交部宣称说 这一条线不存在 那显然就是要摧毁我们台海的这个现状 没有错是破坏 绝对不能接受 面对中国当局公然突消了海峡中线 外交部严正反驳 绿营立委虽然叮咛吴钊蟹蟹 必须留意其他国家的声援力道 但也酸了酸蓝营 外交不是一蹴可击 部长可以冷静一下 因为今天一整天反对党会叫你 明天就加入联合国 后天跟美国建交 然后下礼拜总统出席APE会议 搞不好还跟中国宣战 对啊 不会啦 我在外交部长的任内不晓得还有多少时间 但是在我的有限时间 部长我向你继续说啦 不过冷不妨谈到任期 吴钊蟹一席话引发联想 好这个部分要来请教廷飞委员 今天在立法院真的非常热闹 我们先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张启臣 也是现任的立委 他就问吴钊蟹啦 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他的任内可以台美复交啦 毕竟萧美琴在推特上已经自称是大使了嘛 好国民党非常积极希望台美赶快来建交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 委员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有一点 这个好像应该怎么说他呢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他去提出这个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叫做人告修改 唯恐天下不乱 有太多的形容词 可以形容国民党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为什么外交部长吴钊蟹会突然说 他可能会哪一次要求他要去跟中国宣战 这个就是很讽刺嘛 就是说今天过去一直在讽刺 我们台湾民进党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台美建交 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有习坤院长他在就任的时候 他有曾经说过说他曾经到美国 其实很多的台商很多我们的朋友 基本上很重要的美国的朋友 其实一直希望台湾跟美国可以建交 他在第一时间在立法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当时国民党是用一种 好像说你在吃人说梦话那种的态度 就觉得说 就是闹可怜 对闹可怜 而且他说那他们怎么对中国交代 反正就是一副唱衰 所以他们现在改变一个态度就是说 看我们台湾跟美国这么的好 他一直逼吴钊蟹说 那这样如果这么好可以建交吗 当时可以建交 他也不对了 江启臣应该问我们有没有准备 做事前准备工作 随时如果有可能 台湾跟美国可以恢复到建交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吴钊蟹绝对会说有可能 可是他不是 他是说你要不要定时间点 台湾跟美国会不会建交 请问这么重要的事件 是台湾可以自行做决定的吗 所以如果一个国会的议员 还有他本身是国民党的主席 问出这样的话 那个就是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是故意在搞垮这整个事件 而且我们必须说的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当时川普就职我陪游院长 他是我们的祝贺团的团长 我陪游院长去到美国的时候 跟川普所有的幕僚 而且一些智库 他说其实在我们 在跟台湾做一些协调或协商 或是开一些会议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称呼台湾是大师了 那时候就这样叫了 只是说在那个时候很多 因为有中国的压力 我们知道欧巴马的时代是 这个比较民主党是比较 跟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所以根本不可能去逾越那一条线 但是川普不一样 所以其实川普都很清楚 台湾跟美国 跟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 总有一天一定要解决的 绝对不是处于这种暧昧 所以虽然有台湾关系法 可是现在因为中国不断的呛吓 不断的做出动作 我们一直在说 共机不断的在绕台 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 美国的军机也不断的 在给中国施压 它也在他们的领候当中 也不断的在绕行 所以我们都看到我们这一端 国民党都不断的在恐吓自己 马英九也不断的恐吓自己说 你们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哇 可能千万人的人头落地 可是请问马英九国民党 你们为什么不说 中国面临美国的一个压力更大 随时可能会有任何的火花发生 那这一触可击的一个状况 请问谁要负责 所以我们一直在谈的是说 现在江启臣过去一直在捧中国 现在他发现了错了 这个动作不能 所以他改变了 当不去参加AIT的一个宴请的时候 他发现错了 然后海峡论坛 搞得这个王金平这个是不像 而且这样子里外都不讨好 所以他们发现错了 现在改变策略说 我整个逼你这个外交部逼你民进党政府 你什么时候要建交 这个真的是猫哭浩子假慈悲 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今天六都全球市长联盟 这个事件六都可以不分党派 站出来直接抗议 在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可以得到回应 甚至他们相关的单位是说 他们是物质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思考一下台湾的未来 如果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 国民党不要再唱衰了 如果对于国际的情势 国家的未来 我们可以站在同一阵线 不论哪一个政党站在同一阵线 是不是可以从这一次一样 这个六都的事件一样 马上所有的其他国家 看到台湾的团结 中国自己也会知难而退 如果不是中国自难而退 你想主办单位 有可能这么快就更改到 把我们的这一个 所谓中国改掉吗 不可能 可能就装死了吧 对啊 他就不理你了 就像中华鸟会一样 中华鸟会到目前为止 他们不正面回应 因为当中华鸟会 被吃豆腐的时候 国民党还在唱衰 国民党还说你看你看 就是你民进党政府 搞成这副德性 我觉得你们错了 如果你可以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陪着中华鸟会 一起跟所谓相关的联盟 去抗议的话 我相信 马上中华鸟会 就会恢复他应有的资格 我们看到今天在立法院 也要请教这个刘主席 国民党现在一直逼问外交部长说 到底台美有没有要重新来建交 这是不是真的唯恐天下不乱啊 国民党是这样 他没法做一件事 他就给你 让你感觉你做不下去 因为外交就不是 整厘经 整天都可以处理的 美国要禁台湾 不可能几点钟里面都做决定了 所以他们是在 因为被骂共匪的走狗骂习惯了 不然今天我不是糟糕好了 戴一个人的面具 其实他还是狗啦 不过我要这样讲 其实这个中国对台湾这种态度 其实是老实说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好 高楼大厦人民也有钱了 也有高速公务高速体力 党有喔 好像是在进步 其实其实共匪本这些 就是古代那种土拔路 古代我们在说共匪是土拔路 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连目击也很浪欲 但是国民党就贪污富败 都叫他打牌去 我要说 我们现在把时光道回到 在中国开始所谓改革开放的时候 其实他如果对台湾 拆出完全开放的台湾 要独立要怎样随代理 真正是一国两者 所谓一个人就是你怎么搞 我都不管你 你自称一个国家我也不管你 其实台湾本来是会 渐渐走到统一去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这有两个很大的原因 第一个台湾的议员跟文字 因为国民党的教育都同样 跟中国只有什么 简体制反体制的差别 第二个 过去两奖统治台湾40年 老奖小奖 大量的灌输那个大中国议识 其实台湾人一开始 根本就没有台湾议识了 我还记得 我1991年选到国大代表的时候 我永远还记得这个数字 东西G7台湾的17%而已 17罗 支持中国走向统一的 将近80%好像79点几 大家回去查查看 怎么会29年前很多人都想要通议 走到30年来 比如说台湾议员 比较多我们看那个数字 62.5%说要独立了 怎么会这样 是谁造成的 是陈水扁很努力吗 李登辉很努力吗 蔡英文在努力吗 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努力在干嘛 在搞台独没有 就是阿京一直吹 他用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无力恐吓 就是最近在做的无力恐吓 第二个就是外交封锁 像刚才说 有什么六个市场 要用中国的什么 那个就是外交封锁 不只封锁这个 我们讨论这个是多余的 他刚才说交会 什么做变的 做贯能锅的 什么跳舞的唱歌 所有的会 他都会把你改成中国 中国台北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要有一个觉悟就是 这就是外交封锁的一部分 第三个比较厉害 其实我认为前面这两个 武力威胁 武力恐吓跟外交封锁 他效果很差 效果是反效果 我就讲了 他搞了30年 怎么台湾越来越想独立 那不要讲香港 我还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宿舍里面 一起煮一个香港的轎子 香港的轎生 大我几岁 我每天说到修法 台湾人的概念 他就很生气 这都是中国人 香港人都是中国人 台湾人都是 你看香港现在有港独的声音了 这什么人做成的 美地去渗透去洗脑吗 没有啊 自由民主 人家一接触 就越来越讨厌中国嘛 其实中国如果改变一个车 不用帮家人 香港台湾 五十年了大家都主动要整顺 结果这几年这样子打压出了台独意识 港独意识 这是土八路 土八路只能做这些很愚蠢的事情 那我要讲就是说 那个这个部分 这个什么六都团结一次这个小事情 我觉得他们骨子里要放弃那个中国的认同 只有这样才可能 台湾人慢慢走出来 但是这个牵扯到下一个题目就是 就是分裂 用蓝绿来分裂你 用美租来分裂 美租我们以为是真的是 关心租的问题 其实不是啊 美国豬肉 你如果标示清楚这个美国豬肉 要不要水财 这怎么会有问题 其实是美国的反美的租 不是反美租 反美的一些租在发动的 反美的这些租发动起来 哇 大家都站出来 不要吃豬肉 就越来越靠向中国嘛 这也是被中国利用的一部分 刚才听这个刘主席在分析 其实呢 今天的这个台海情势说真的 都是中国所造成的啦 来请教这个昆诚议员 看到国民党这样很多人形容 国民党现在很像是虚情假意 所以吴钊燮还亏他说 搞不好还叫我向中国来宣战耶 议员 这国民党就是来乱的嘛 就是说他一个党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那一下子就是说 怎么这个民进党跟美国这么亲近 那中国怎么办 那现在就是说 那你跟美国那么亲近 那你不如就是台美能跟我们建交 对 就江启臣 我觉得对比一下这个卢秀燕 卢秀燕跟其他的这个五位市长 就六位市长 我们就是很成功的 至少你外交上要一致嘛 马上大家团结一致 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China 就至少回复到Chinese Taipei 虽然我们也不喜欢 那至少是Chinese Taipei 那六个市长这个外交路线一致 就是说不是China 那结果这个外交部一协调 然后六个市长这个 都是站在同一条线上 那就可以了 就是一天的时间就把他改回来了 所以你看我觉得卢秀燕对于 明星明义的掌握 是比江启臣还要强 所以那时候是卢秀燕当选 不是江启臣当选 我觉得还是有原因的 江启臣你也是出国念过书 那你应该知道说台美的关系 不是说你讲说 哪时候建交哪时候建交 就可以了 现在台美的关系的 实质的关系的进展 这是有史以来 这甚至比这个以前 贤所未见 比老蒋那个时代 我觉得都还要好 那些实质的进展 我觉得未来台美 有没有可能建交 我觉得有可能 但绝对不是现在 因为现在国际的现实是这样子 现在美国 中国 台湾 有他的国际现实在 那美国这个川普总统 年底要竞选他的连任 那中国习近平 他国内的事情还这么多 他巴不得说 如果台湾有什么样的 这个突破现状的一些举动 他马上就有理由 就是说就是要打台湾了 那所以其实像 这个我们蔡文政府 或是像肖美琴 其实就是台美的关系 就是掌握得非常好 不是像江启臣这样子 就是莽撞 然后急躁 那其实你说他这样子 他或许也是知道说 他这样子做 有他的背后的目的 那其实那我们开始觉得说 那你就是一些小手段 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说 现在不可能去做到台美建交 你就说你去做 你去做 那跟你讲就是说 现在的实际状况 国际现实不可能 那他就会说你看 没有嘛 台美关系没有这么好 做没搞啊 做没搞 你又说你跟美国关系好 那这就是国民党想要的嘛 可是这个手脚太粗鲁了 人家就知道说 你这国民党 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所以我认为说 国民党 他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对于台美的关系 对于台湾跟中俄关系 一直游移不定 那这个又怕说 跟美国太亲近 又会得对了中国 那又怕说 跟中国太亲近 在台湾没有选票 就这样子游移来游移去 所以他民调一直降低嘛 所以我认为说像 这个江启臣 在立法院的表现 真的是荒腔走板 我觉得你应该学习一下 就是说 至少那些 这个六个市长的 这个外交一致的表现 可以给江启臣做一个参考 那不要说 这个外面做一套 那里面又做一套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 叫嚣 就是说讲那些很 我们认为啦 我自己认为说 是很幼稚的话 那你身为一个 国民党的党主席 讲这些话 那难道不要让人家笑掉大摇吗 我觉得说 至少你的外交政策 讲清楚 美租 你到底是反美 还是反美国进来的租 你讲清楚嘛 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之后 你再来谈说 你的国民党的 你的对美国政策怎么样 你对中国政策是怎么样 来看到今天 江启臣在立法院的表现 到底国民党是安什么心啦 来这个部分 佩芬姐应该最了解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麻烦佩芬姐来分析了 回到节目现场 来请教佩芬姐 到底今天江启臣在直询 一直逼吴昭械 赶快跟美国来复交 到底安什么心啊 他当然是故意的 但是问题是 他为什么可以故意 我觉得两方面来看 就是第一个 川普要竞选连任 所以他是打中国 然后把他自己 身世拉抬起来 这个是事实 所以他在台湾 南海这一带 搞这一套东西 他说他已经讲了 他为了连任 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拿出一亿元 来这个竞选 但是问题是 江启臣当然是故意的 但是江启臣 为什么可以故意 因为真的他捡到枪 或者捡到炮好了 应该这样讲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 还记不记得我当初最早讲出来说 美国如果真的有心就跟台湾建交 还记不记得 我很早很早就讲 那时候根本一点影子都没有 但是这些日子来 台湾的媒体也好 名嘴也好 报章杂志也好 就像义德兄讲的嘛 你民进党可以掌控那么多媒体 每天都在那边讲说 断交41年来 两岸交流成绩最高的 你看国务院的赤青 然后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 排名第12还是13的 然后还有就说 你知道这个台湾现在又 这个美国又跟台湾又多好之类的 每天都在这样吵 那是不是给江启臣剪刀墙 他就想好吗 你讲的这么好你就建交看 但是吴钊燮在前几天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有玄机 他说他现在不会推动台美建交 然后而且他说也不会在这个 如果两岸发生关系的话 发生战争的话 也不会让美国干预 不会让美国干预 就是说美国可能提供武器 但是不会真的介入 好你这样讲的话 就让人家觉得美国可能召会你 所以江启臣就借机 就逼你嘛 你去建交 然后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 还有一个就说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还约了我们这个驻 纽约办事处长 在那个餐厅吃饭 然后还白吃 还白笨笨的说 为了要这个让人家拍照 所以在室外餐厅 美国到今天为止 餐厅没有开放室内可以吃饭 因为他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像这些都会给人家一个错觉 就是台美真的就 而且那个大使还说要帮助台湾进联合国 然后要建交之类的 那我也曾经讲 进联合国很困难 建交很容易 因为建交最多出入中共 踩到红线 但是事实上没有阻挡 你只要去建交 然后还记不记得 那个美国国务院 还把那个住北京的中国 北京的那个大使馆 那个商标就改了 把中国都拿掉了 然后大使也回美国去了 然后这个中国住美国的大使 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就说根本睡不着觉 原因他又不能回中国去 如果他回去的话 两国之间根本就没有大使 就变成最高的这个 总领事级的 住在国的代办 那很严重啊 所以那个大使不能回去 你种种的现象都给人家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也许 吹过头了啦 所以呢就被国民党 就逮出这个机会 所以他是故意的嘛 但是刚刚我们也讲了 很多矛盾的事情 就说如果各党团结一致的话 说不定就可以达到 那今天好 如果国民党跟民进党都说 台美应该建交 那是不是就可以建交 那问题是你知道吗 美国今天他就没有踩这个红线 所以他说我派外交部长 派卫生部长来 派这个国务院的次卿来 都没有踩到红线 而且还特别拿出817公报那几个条件 六项保证 还有第一项就是一中政策 他说我没有踩到红线 所以事实上很多事情 在台湾今天的处境 其实是蛮困难 但是你说你今天 江启臣 竟然可以捡到枪 你知道他真的是 没办法了才捡到这个枪 那你说美猪的问题 我上次有讲过 我佩服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好 民主也好 他们当初骂那个美流 把马云九也好 那个骂到臭头 今天同样的话 又可以讲成另外一种 国民党就没有这种人 你国民党真的找不出 这样的民意代表 所以只有像江启臣 这种好像就很了不起 叫你建交 你看像比如说孙大千说 你没有建交 再叫也不会变大使 大家真的是 讲这种问题实在有点白痴 你知道这种驻外的代表 在双方国家社会都叫大使 因为那是一种尊称跟称谓 我们到国外去 也是这样叫他们 外国人叫我们的代表 也叫大使 因为他那个就是大使级的 就是有没有正式邦交 是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挑剔说 你没有建交 再久也不可能成大使 肖美琴唯一的错误 就是在他的推测 白纸黑字把他打出来而已 事实上他在美国社交界也好 人家一定是称他大使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位置 他唯一错的我刚刚讲 就是在那个白纸黑字 在推测打出来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挑剔 但是我觉得这个江启臣 是捡到枪或者捡到炮 这个佩芬姐说江启臣是捡到枪 明佑哥刚才也谈到 这个孙大千今天也是非常酸 在脸书上po出了这张图 他就是在酸肖美琴 他说人家说你是大使 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大使 这个酸度爆表 他认为说肖美琴 这样是一种自嗨的行为 明佑哥 我觉得是这样 这就是外交礼儀 而且他证明是台湾 TAWN的大使 他不是说我来自Report of China 所以我必须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你要先勇敢的自信 向国际社会说我来自哪里 而我的工作是什么 他确实就是做大使的工作 只是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是一个正常化国家 所以就叫什么驻台办事处什么的 所以我必须告诉各位 你台湾人肯定要去做 你去做那些国家的时候 去卫党 去做台湾的驻台大使 做什么不对 对啊 这很好啊 驻台的代表 所以我必须给各位说 今天包括江启臣出来讲这些话 你正面来看一件事情 让美国知道 台湾你看 就有这样急迫的声音 需要赶快 台美赶快来建交 恢复正常化国家的一个邦誼 正面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是这样 但是负面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马英九等人 你们就很奇怪 美国国务赤青克拉克来台湾的时候 国民党开始就在讲说 你如果要不签 问执政人说你怎么不签双边贸易协定 你怎么不签FDA 大家大家都要知道 你没签在国民党这段时间 所有的外交谈判包括经贸谈判 它都是长期累积 做所谓的谈判动作 过去韩国在开放美牛的时候 美足美牛的时候 你看我的农民去出政策 去抗议去包围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正义性的案子的时候 都是外交谈判 经贸谈判的一环 都要关关难过 要关关过 才有可能达成双方的共识跟条件 而且讲到美猪的话 你真的要吃到美国豬肉 你台湾来说 我感觉很困难的一件事 你知道 反正要买 你买没什么 因为进口量太少了 那只是台湾做出来的一个态度 但是国民党拿来做文章 你看现在又推什么 避战公决案 我的老天爷 副主义公投说 你台米要趕快选择 他提出817公报 我必须回应一下江启臣 817公报里面是 其中一项是 对台军售为防御性武器 直雨量逐连下降 因为雷根为了要讨好中国 所以他提出817公报 其中一项是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柯林顿的时期新三部 不只是台湾加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在重新订定这样的模式出来 为什么 你看最近美国国会非常奇怪 他包括对台湾的国防 他们都希望赶快提升起来 什么刺卫国防 卖台湾什么样的武器 能够有防御 让中国连碰都不敢碰 甚至有军报的评论说 希望能驻守到台湾去 慢慢都走向这样的一个阶段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有像上次驻纽约办事处的代表 处长跟他们的驻联合国大使 在户外餐厅见面 我告诉你 你认为说会忽然间被狗仔队拍到 他们在户外餐厅见面曝光吗 没有 这就是双方同意 让这个见面会能够曝光 为什么 因为美国他们现在对台的友善是什么 希望台湾加入联合国 联合国大使亲自这样子讲 所以重新再订定对台模式的时候 国民党这个时候就很奇怪 我刚才听飞委员 你说的时候我感觉他说得不错 因为王毅他在亚太部长会议的时候 美国侵犯我领空 他们的军机都来三千多次 光这个海岸他们就来六十几艘 包括他们的航母都在巡弋 为什么 中国就很清楚说 现在他们对台的威胁 其实针对是美国 美国也相对的反击 可是国民党真的自自不提 每次都告诉你说 这就是蔡英文这个两岸政策模糊 所以中国才会不断的挑衅台湾 那我们中国国民党要扮演这个和平的桥梁 那你今天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真的要认真做 这样才可以扮演和平的桥梁 你如果只是拿来开玩笑 做做文章的话 那国民党羞耻 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说 现在台美的模式在川普之下 已经在重新模拟了 国民党现在又传出什么 传出说如果川普没当选 这个执政党会多惨多惨 中美中台局势会多大变化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你知道在美国有七成多的民众 是支持对抗中国的吗 连民主党他们原本都不敢站边了 现在都站到这一边来了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对于中国的侵犯到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共事 所以川普改变了对台模式之后 我们应该把握机会 当然吴钊燮之前说 我们不寻求所谓的正式建交 我们要寻求什么 就是那个模式要重新订定 对台有利包括从国防产业链等等 加入国际组织 这样的模式要先去建立 才有后面谈建交的问题吧 如果这个模式都没建立的时候 你又要谈建交 又要谈双变贸易 我跟你说 没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郭民党自己这个政策非常了解 对 说到这个郭民党 现在每在小英政府 每上大现在就是马英九 马前总统 而马英九最近真的非常活跃 昨天还跑去日月坛 参加万人永度的活动 他今年的成绩比去年还要好 快了七分钟 好 马英九晒出他的战机 这是不是也在宣告 准备好要来选党主席了呢 书写说回来 我们一起来看 前总统马英九第八度参加日月坛万人永度活动 又重谈马师幽默 外界好奇 这把年纪秀体力 是不是像日前蔡正元所爆料的 马英九已经在准备选党主席 至少吴敦毅私下就很明确的表示 他会选 以前立院同事也直接说 马英九要选党主席 就这么巧没参赛的吴敦毅也出现在故乡的这场勇度活动 听到记者问这敏感的问题 马上变脸 两人一前一后 异口同声的反驳 没听说 就是没讲不会选 相当耐人寻味 即使已经七十岁 马英九持续挑战 永度日月坛 这回只花两小时三分钟 比去年快了七分钟 还开心的在练书晒战机 似乎在宣告 自己的体力不熟年轻人 明年是否叫出国民党主席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马前总统真的永度日月坛成绩 比去年还要好 这当然大家都替他很高兴 不过我们想要请教主席的是 其实这件事真的很妙 因为蔡正元说 吴敦毅是假的 说马英九要选明年的党主席 只有昨天吴敦毅跟马英九 也都在那场活动同台 两个都说没听过 但是没听过不代表不要选 主席怎么看 这个马英九阵营讲的话 也不要太相信 也不要太相信 以前有讲过两百多次说 他不可能选台北市长 月也是选 其实如果他真的出来选 国民党党主席 我们真的要恭喜他 国民党就选出了一个 知八年大变的总统 我上次讲我继续讲 当了八年的 台湾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 把台湾的军队弄成不堪一级 弄成首战集中在 他没有责任吗 这不是赤大变的总统是什么 这个我们讲他 吃大变可能有点 日本就是廖白了 他就是中国派 弱化你的国防 这样的人你还敢出来选 国民党党主席 而且还选上 真的要跟国民党共训 你差不多要倒了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我真的不太想再谈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 台湾的你看看 他就是怕你外界的讨论 所以才一直讲话 是吧 我很讨厌希特勒 但是历史上希特勒 你知道吗 他在那个威马宪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整个德国被变成一片废墟哦 他执政后短短的十年十年 十年 国民党 entre国 对一个一片废墟变成一个欧洲最强大的 国防最强大 他竟然可以那个逆时中方向 把旁边的国家統統吃掉 你看一个国家党的人 十年就可以做这件事 马英九做了八年 把台湾的国防弄成首战集中战 扒到你水岛 这样的话自己讲出来 他如果不是要不要就是 吃菜吃八丁 这样的人去当国民党的主席 真的要恭喜他 马英九到底会不会真的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佩芬姐我们先来评论一下 马英九最近真的是最近的言论 大家都觉得实在是 怎么会前三军统帅讲这些话呢 包括刚才义德主席讲 首战集中战 这是过去我们的国家元首 我们的总统 他这样讲 然后或者是说小英 如果政策错误 千万人头落地 那中共说没有台海中线 他也说这又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佩芬姐怎么看 马前总统最近的话 其实马英九讲很多不得体的话 其实大家有目共睹 就记录一年 但是一个问题是我觉得 还有人放话说他要选国民党党主席 我觉得叫做荒唐 你知道国民党会今天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他干出来的嘛 第一个他在2014年选举落败 2016年交出了政权 然后把所有东西输得光光 然后另外呢 吴敦毅那个时候接的党主席 在2018晚呢 然后把高雄市迎来的政权丢掉 然后真正国民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这三个人搞出来的 马英九 吴敦毅跟韩国瑜 那蔡振元只是在旁边讲闲话的小丑而已 那个不算数 真正把国民党搞到今天这个不成样子 就这三咖 你说把国民党等于 你说卖国也就罢那已经很大 他把国民党整个搞垮 吴敦毅也是啊 你这个自己自己想选 就帮这个韩国瑜 弄一个量身定造一个选举的办法 然后我已经强调在选前 我就说你把韩国瑜调离开高雄 高雄从此就再也拿不回来 还记不记得我当初就讲 所以才被开除党籍 事实上就是今天完全一模一样 国民党会弄成沦落到今天 总统也选输掉 立法院也输掉 搞成今天这鬼样 就这三咖搞出来的 还想去选党主席笑死人 如果国民党真的还让他选上的话 那国民党真的就是打包回南京去 就根本不要玩了嘛 蔡振元讲那个话 我不知道是鼓励呢 还是真的有人这样讲呢 还是他在旁边煽动 还是他要陷害吴敦毅啊 怎么会说是吴敦毅跟别人说的 国民党里面就是有这些人 该关心的议题不去关心 讲这种无聊的事情 这个党主席任期到明年五月多 现在根本就还没有搞到搞定 这个问题一箩筐在那边 还在那边选党主席 你要抢版面也就罢了 马云九是不甘寂寞 这是没错 那你说吴敦毅今天休息了半年 又出来讲话 也是不甘寂寞不是吗 如果说国民党都是这些老咖 在那边一直在玩的话 国民党永远没有明天 那然后我们刚刚在讲说 为什么现在支持这个 承认自己是台湾人的这些人 那个数字那么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三十年后 你知道当年还没出生的人 现在都长大了 然后当年那些老国代 那些法统人士通通已经过去了 有的移民到海外去 有的就已经过去 所以现在成长的这一代 就是台湾人 那你说我们出去世界各地去开会 人家问你说你哪里来的 我如果说我是中华民国 人家听不懂 然后就会说 你就是那个什么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搞不清楚 那有一次跟我一起去那个办 他就为了要证明 他说我从台北来 然后对方一听 你是那个北京的那个 我有去过之类的 所以搞不清楚 如果你说台湾的话 人家会听得比较清楚 那现在台湾的名气也大 以前过去人家讲到台湾 还以为是泰国 现在不会啊 现在讲台湾就是台湾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一代一代的 年轻的人出来以后 当然那个台湾意思会高 你不用改教科书 你也不用那些 人家问我说哪里来 你当然台湾最清楚 我从台湾来的最清楚吗 这个跟那个台独意识 是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不必要去搞那些东西 台独意识崛起 是自然的现象 来听飞委员怎么看 其实刚才佩芬姐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真的充斥着太多 不甘寂寞的这个长辈 其实吴敦毅跟马英九 两个大概都70岁左右 之前吴敦毅也称赞过马英九 说他年华正胜 委员怎么看 其实佩芬姐讲了现在其实 国民党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问题 其实说真的 他们一直要去改变现在 整个台湾对于自己的认同感 国家的认同感 自己是台湾人的认同感 这个是非常笨的一个做法 而且江启臣在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当时候当选党主席的时候 他是完全要跟九二共识切开的 对 他说是过去式嘛 对 而且他说年轻人根本不懂 根本不懂九二共识 可是当他这样一说完了 这些老前辈 哇 就开始 这些阿公开始生气了 对 开始生气了 马英九生气了 吴敦毅生气了 甚至很多 连战也不开心 对 老一辈的 就是他们完全统派的这一辈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江启臣的说法 所以把他压着 他不得不赶快又缩口了 这个缩口很惨 缩口变成他当天党代表大会 就已经再次说 在我们中华宪法体制下的九二共识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中华这个宪政体制下 什么叫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在习近平就已经把它定掉了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我不知道他怎么自己可以自我安慰 自我去解读 所以我认为说江启臣 在他没有办法坚持当时候 主席当选那时候的论调 他就完蛋了 他是我们的老同事 我们觉得很可惜 原本其实在国民党内部 对于江启臣都还是有一个期待 终身代有一个期待 可是没有想到当了一个主席之后 很快的就把它摧毁了 很快很快 这个速度快到让我们惊讶 但是为什么就是国民党 还是跳脱不了这个统独意识 我们必须说的 佩芬姐刚刚讲的 独立现在不要再去讲独立啦 因为从总统直选之后 就没有再有统独议题 台湾本来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只是说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样的角色 姿态走向全世界 让全世界更了解我们 更清楚我们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 而且我们能够做什么事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所以你现在我们讲的 要不要加入联合国 当然这是我们在准备 也绝对不是一下子说 要加入就加入 要准备 我们要跟台美建交 美国建交也是要准备 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一些布调 SOP 你说要建交就建交 有这么简单 断交了这么久 一下子说复交 不是儿戏 可是你说有机会吗 有啊 因为台美之间的关系 已经是史上最好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希望台湾的意思 你今天我们走出去 台湾现在大家都知道 不用介绍这些 你电脑说中华民国 大家说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到底是China 还是Report of China 你还要解释 可是你讲台湾不用解释 因为大家说 我知道就是那个防疫最成功 而且到现在世界各国 都没有办法到处爬爬走 就只有台湾还可以在国内 到处爬爬走 我想这就是很清楚 很直接的行销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机会 把台湾行销出去 国民党还认不清楚 看不清楚 这才是国民党现在 最悲哀的地方 刚才委员讲到 过去大家对张启臣的期待很高 认为他是国民党中生代里面 可以说是最闪亮的几颗星星之一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看另外一颗星 也就是人家都说2022年首都市长的前哨战 提前在立法院里面开打了 也就是国民党的这个蒋万安 今天直询了卫福部长陈时中 现场是炮火四射 我们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招委讲万安出登板 对决同样是台北市长呼声极高的 卫福部长陈时中 火花不断 学者专家所有这些 他们有科学依据研究报告 都告诉你要来调降 那为什么你没有调降 这是我们执意的 干没有调降啊部长 两人唇枪手战 从莱猪进口的干肾容许亮 炒到要不要标示使用瘦肉筋 连基改现在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 事实上也是众说纷纭 那我们那时候都要求修法 要来强制标示 那今天瘦肉筋 国人这么大的疑虑 你贸然要开放 你说要做好标示落实 瘦肉筋八年前就开放 查验让人没有选择 瘦肉筋是已经开放了八年 那是美牛 今天猪肉 大家谈的是猪肉 在牛肉跟在猪肉 对人体的效应是一样的 部长我不要跟你口水 谢谢两位准市长 我们也欢迎 被国民党立委徐志荣 调侃是准台北市长过招 占到连质询时间已经超过 两人的炮火却不停歇 下了台 蒋万安在主席台上 又对陈时中开跑 确实就是有164个国家 禁止使用莱克渡万安 小委我们现在2020年 对那请把最新的数据拿出来 所以2016年 民党全面执政 还是反对收金出口进口 四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陈时中与蒋万安 你来我往 连民进党团总招 柯建民 干市长曾孕彭也好奇 到场关切 柯建民脱口 不能排除陈时中参选的可能性 未还委员会不只是进口莱猪 蓝绿的主要战场 也成了台北市长前哨战 好刚才我们在新闻片段当中 看到蒋万安跟陈时中 两个人在立法院的直询台上过招 先来请教一下昆城议员 他们其实是在炒美猪开放的问题 从莱猪到底在干渗的容许量等等的议题 炒到标示的问题 好不过大家聚焦的亮点都在这一句 国民党立委徐志荣 在他们质询结束之后亏说 谢谢两位准市长 来这边民进党这边怎么看 我想阿中部长没有说要选台北市市长 但是呼声非常高 但是这一个蒋万安是一直想选台北市的市长 所以他今天去抢那一个未完会的招委 也是希望说 借由这个招委的这个位置能够发声 那我看他今天也是特别为了这一个美牛美猪的事情 特别找了跟阿中部长两个要对谈 那其实我是认为说 其实经过时间的考验 大概就知道说 这个蒋万安到底这个人 他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 他的内涵是怎么样 其实我看他那一天要咨询苏生昌院长 那苏生昌院长就问他说 有没有吃过猪肉 他一下说有 一下就说没有 就是前后矛盾 这个我是觉得说 蒋万安大概这个本身的这一个 这个人格特质 或是他的中心思想 大概也是摇摇摆摆 那当然他现在是国民党里面 这个算是要选台北市市长里面 呼声算是比较高的人 到底能不能保温到2022年 其实我觉得也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一直保温到2022年 因为其实我看罗志强也是想选 国民党也不是说只有蒋万这个人 那其实经过这个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现在才2020年 才刚选完总统而已 其实对于蒋万安来讲 说过去他是被保护得很好 然后也被塑造说是这个国民党 好像是一个这个形象很好 这个未来的这个国民党的信心 那江启成以前也被保护得很好 江启成大家也觉得说 这个国民党这个中生代里面 是算是好的很不错的 那结果这个当了党主席之后 就大概就知道说有没有 当了党主席就知道就没有了 那所以其实蒋万也是知道 那现在当赵伟 未来要当这个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 那到底会不会变成说这一个 大家说这个以前连圣文 都是靠爸爸 那现在就是蒋万安都是靠蒋家 那也是有可能会这样子嘛 那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讲 这个选市长的事情其实还算早 那阿中部长他自己也讲 哇这个还有很多事情 这个每猪每牛的事情 还有这个疫苗的事情 还有这个健保的议题等等 他说他还有三支箭 对因为就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我觉得对阿中部长来讲 这个现在现阶段最优先的 也不是说去讨论说这个要选市长 要不要选的事情 就是他先把这些目前的议题 因为现在台湾是宝岛 你现在可是你看这个国外的这个疫情 你会发现说哇还是非常的严峻 那只是说台湾真的做得很好 那可是除了这个疫情 大家也担心说冬天会不会还有 或是到明年疫苗的事情 到底进行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对阿中部长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 来明佑哥 其实刚才这个议员的分析 对陈时中来讲 现在最重要当然还是防堵疫情嘛 可是对蒋万安很明显啊 他去抢这个未还的招伪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嘛 那说真的啊 你觉得他抢下招伪 到底对他是利还是弊啊 因为现在都会放大检视 我觉得是这样啦 我觉得孟琪就问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抢未还的招伪嘛 那很简单嘛 他就是因为在苏贞昌那一笔 吃了败杖之后 人家问他说你在美国 有没有吃美猪嘛 他也回答不出来嘛 那结果他你看这一次质询 他特别有准备 因为他也去质疑 所谓的国际食品法典的相关规定 人体实验到底做到什么阶段 为什么卫福部要去相信这种官方标准 很奇怪 就是蒋万安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你不相信国际的标准 然后去质疑我们台湾的卫福部长说 你怎么会去相信 那他要相信 不然你要依照什么样的标准 但是不可否认 蒋万安就是有备而来 你看美猪的议题其实很好玩 你不管你要可能选国民党主席 包括朱利润跑到台中去吃台湾猪 吃台湾猪支持台湾猪 我帮你想好slogan 你看去找颜青标 然后去吃那个混沌说这是台湾地 因为大家都说 他可能要选国民党的主席 现在一个选 有可能选这个台湾市长的 蒋万安 他挑战去做这个卫环的招位 然后在那扒灰 故意去问陈时中 然后增加媒体版面 然后争取这个版面的幅度 但是很奇怪就是问到重点的时候 他还是说 那你就给我一个书面报告 那我们那个标准的报告 你就给我十节书面给我就好了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刚才一直在提一件事情 你真的要吃到美国猪肉 有含莱克多巴胺 听好 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在台湾要吃到真的很难 甚至你要买可能买不到 而且依照卫福部公报的标准 你一天要吃33个白骨 你可能不是吃到莱克多巴胺的豬 你可能是胳肺厚 还是胆骨醇过高 来产生病变的 但是我必须这样子讲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国民党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要力挺讲万安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立法院工房里面两方 包括徐志荣他就讲得很清楚 两位准市长 贵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